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天又收到了一颗月记 它就是红果汁 现在我好像在收集果汁这个系列似的 确实买了好几颗果汁的芽变品种 那具体的介绍呢,还是老规矩 等到它上盆以后再给大家具体介绍 那现在呢,先给大家开箱吧 这个红果汁是带着花苞来的 不过花苞非常的小 你看,这么小的花苞 更新还可以啊 然后就上盆之后再给大家做介绍吧 好的,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个小花园里果汁的一家四口 整整齐齐已经在这里了 然后这个就是果汁阳台 我家的元老 种在爱丽丝十号圣盆当中 然后这一颗呢 就是我今年春天买的黄果汁 已经种到了三加仑的花盆当中 你看它的个子 已经快赶上这个果汁阳台了 长得飞快啊 然后分支性也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好了已经 底下冒芽的情况 这也是我爱果汁的一个原因 就它出芽出笋的能力特别的强 你根本没有必要给它斜着种 你看另外两颗果汁 也是一样的 我都是指着种的 无需担心它不出笋啊 只怕后来支条太多 像这个橙果汁 这个黄果汁 接下来也会越来越圆润的 然后呢这边这两颗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颗呢就是果汁飞溅 然后这一颗呢就是红果汁 之前也有给大家拍过开箱的视频 果汁飞溅呢 它有一个特点 怎么判断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也是听说的 后来发现真的是如此 你看它的这个叶子 这样看起来都差不多 对不对 果汁阳台叶子都差不多 但是飞溅的话 你看它背面 每一片叶子 它都是有斑的 你发现了没有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然后你要是买果汁飞溅的话 有斑的话 就说明你买到的这个 是对斑的 不然的话 可能你买到的会是错斑的 而你像其他的果汁 背面 它是没有斑的 这个是红果汁 它也没有斑 只有飞溅 叶子的背面 它是有斑点的 然后这个果汁飞溅呢 是因为它是条纹的嘛 然后条纹月季 我这里除了衣服飞溅之外 好像就已经没有了 其实我个人本身 不是喜欢这种条纹状的月季 因为我感觉开起来会乱乱的 不是特别清爽的感觉 所以我也不太买条纹月季 但是果汁飞溅呢 因为它有果汁的特性啊 风花 情花 分枝性好 株性矮小 紧凑 花期长 耐寒又耐热 所以的话我对它其他的类型 我也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就买了这个果汁飞溅 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然后红果汁呢 之前确实是没考虑 我也很奇怪 因为我之前好像不太喜欢 这种橙红色的月季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 物以稀为贵吧 所以现在对于这种橙红色的月季呢 因为比较少 反而感觉可能还是挺喜欢了 我也很期待它开花的表现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红色呢 那这三种 黄果汁啊 飞溅啊 还有这个红果汁啊 其实都是果汁阳台的 芽变的品种 果汁阳台不用多说 自然是我的心头爱 现在已经种了三年多了 其他月季来的来了 走的走了 它永远是元老 一年四季 不管哪一波花都开得很美 黄果汁已经惊艳过大家了 对吧 很多话友呢 非常的喜欢它 我现在也非常的喜欢它 接下来就期待这个果汁飞溅和红果汁能够惊艳到我了 所以我慢慢就拥有了果汁的一家子了 那接下来会持续关注它们俩的表现的 我真的大爱果汁这个系列的品种啊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